《黑暗武俠風動作遊戲 影之刃斷罪者》 在去年封測時受到不少玩家好評 過了一年多總算是正式上市了 遊戲整體無論畫面還是劇情 都是用濃厚的水墨風格呈現 我們要扮演組織的殺手追查進法 殺氣改造 在與墮落的武林高手們戰鬥的同時 瞭解他們背後的故事 遊戲中關卡是隨機生成的 每次進入的武林高手們 進入地圖都會不大一樣 總之把敵人殺光光就對了 橫向卷軸的戰鬥系統 打起來流暢感十足 打擊感也相當不錯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們有兩條技能鏈 可以自己設計連招 不管把技能用什麼順序擺放 角色都能夠打出來 但是不適合的順序會讓出招變得卡卡的 需要研究一般 角色達到一定等級後 還能夠使用兩種不同風格的進階技能 每個技能還可以和心法進行共鳴 或抽卡獲得的心法 不僅可以提升角色的能力值 或是減少技能的冷卻時間 還可以提供各種特異功能 例如可以召喚浮游炮 跟在我們旁邊自動攻擊 有了強力心法 就可以試著遊玩更困難的 離武林魔鏡關卡 和其他玩家的鏡像 一起挑戰加強版的巨型BOSS 就有機會會掉落強力的裝備 對自己的技術有信心的話 可以試試有各種規則和限制的昼夜空間 像是只能用完美防禦 繼續對敵人造成傷害的關卡 就很有挑戰性 一定能夠讓你大展身手